兰花的根是吸收和注存水分和养分的器官 根状就能更好地吸收和则注存水分和养分 供应兰液可加强兰液光合作用 生产更多营养物质 兰友们今天还是说兰根 大家是不是有点烦了呀 根好兰才可以养好 所以还是来看看吧 今天主要讲如何给兰花促根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爱兰说威子 一位喜欢兰花的阳台养兰人 如果您也喜欢养兰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兰花小讲堂 这里一定有您想了解的养兰小知识 同时威子真心希望朋友们 特别是老兰友可以加入到兰花小讲堂里 把您的宝贵经验分享在评论区里 让大家也可以学习到 或者私信给我 我在用小讲堂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在观看小讲堂的同时 希望朋友们可以多多支持和鼓励我一下 使用西瓜视频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键三秒 强烈推荐一下小讲堂 兰花要长得好 关键在于兰根要长得壮 下山龙根苗 珍惜名贵兰品的再生小苗 以及一些病苗大多都是少根或无根的苗株 如何使这些兰株能早生根 多生根 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食养技术 一 盆土偏干 兰花的根 精 也构造独特 不需太多的水分 有一定的耐旱性 盆土过失 不仅容易食兰株烂根 还会使盆土透气性变差 不利兰株萌发新根 盆土偏干 兰根不易腐烂 还会刺激兰花萌发新根 一般情况下 盆土需湿而不自 干而不燥 经验表明 兰花萌发新根之前 盆土已保持八分干二分湿 而蓝猪已开始生根时 应注意盆土不可太干 要保持湿润的状态 以七分干三分湿为宜 以利新根生长 欲使盆土偏干 适当控水式粮侧 这可促进蓝猪快生根 还有利根系生长和促发新芽 二 单用杂木糠栽植 用杂木糠栽植少根或无根的苗株 可使蓝猪快速生根 实践证明 单用杂木糠栽蓝 栽后仅需半个月至一个月 就能爆发性地蒙发新根 杂木糠 疏松至轻 通气性好 保肥保湿能力强 以辅过杂木糠为优 单独使用新鲜杂木糠栽蓝的时间 不能过长 一般材质发芽 直至芽子开业后 必须翻盆 换用其他的混合料种植 三 水苔醋芽生根 用少量水苔包裹炉头 少根或无根的幼苗若苗 可醋芽生根 这种苗情的苗子抵抗力低下 极易受植料中的病菌害虫危害 而影响生长 栽植这类苗株时 可用少量的水苔包裹炉头 能使炉头保持一段时间的清洁 并能促使蓝猪快速生根出芽 水苔因其保湿性特强 一旦吸足水分 耐久不干 雇用量不宜多 否则会使炉头长期受湿而腐烂 四 选配透气植料 植料的透气性对蓝猪的生根和生长影响较大 透气性好的植料能促进生根并有立蓝根的呼吸和生长 透气性差的植料则不立蓝根的呼吸与生长 栽植兰花用的混合料中 移掺入适量透气性能优良的植料 如塑料泡沫块 红砖粒等 胶水仪适当控制 减少胶水的次数 为防止叶片脱水 可向叶面喷雾 要养好蓝根 要做好防治病虫害工作 要坚持预防为主 防种于质的原则 般来讲 危害蓝根的病害主要有根腐病 白卷病等 危害蓝根的害虫或软体动物主要有蜗牛 根腺虫等 根部病虫害防治起来比较困难 它对蓝猪的危害又特别大 在种植蓝苗前要对蓝苗和植料进行严格的灭菌 灭虫工作 兰花种植时 运输等各种原因 老根系不可避免会出现折断现象 有的根系只剩下一条中心线 这样的兰花在上盆前都需要修剪老根系 特别是已经折断的 实践证明 那些折断的根系前端都很难再萌生水晶头 建议上盆前修整蓝根时 凡是老、弱、病、空 断的根系都要减掉 只留下健康健壮的饱满根系 兰花根系生长很快的 如果养护得当的话 只需要半年时间 新根就会塞满蓝盆了 蓝根在养蓝中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要多重视一下 我是爱兰说威子 这期的小讲堂就到这里了 大家不要忘记长按点赞 建强烈推荐一下咱的小讲堂呀 那么下期不见不散了 再见